从我的爷爷来,父亲来,我来, 谁要带着,我就没离开这个石拉昭之沙站, 也没离开这个库布奇沙漠。 我的爷爷父亲去世以后还没在了我们所边的。 初春时节,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石拉昭之沙站, 站在库布奇沙漠北原的索边林作业区向北望, 黄河正从风洞中静静苏醒。 林业工人清理着路旁的隔离带,以防火情。 沙漠深处,众树人们弯着腰扎起沙杖, 第一场春雨到来之前,这里将栽满沙流。 杭锦旗有249公里黄河过境, 库布奇沙漠横更东西。 历史上,黄河旅遭沙海侵袭, 多次淹泥沙淤积造成决堤。 防沙固沙保卫黄河,成为一代代杭锦儿女接续奋斗的事业。 1952年,石拉昭直沙站建立。 70多年来,在12.8万亩的经营面积上, 营造索边林4.5万亩, 累计育苗80多万株。 在黄河与库布奇沙漠之间筑起了一道绿色生态屏障。 从50年代到现在, 一直就是结束在库布奇沙漠治理, 库布奇沙漠的北约, 锁住这个边儿,保护母亲河, 几万亩吉宝农铁和农牧苗的这个居住环境, 还有一部分草约。 如果是没有这个锁边林, 住在库布奇沙漠北约的这些农牧苗的, 散活是解决是不可能的。 贾文艺的爷爷是第一代制杀工人, 那时候种树靠的是人拉肩扛, 树苗成活率低, 遇到一场沙尘暴, 就可能让几年的努力付出东流。 到父亲已被种树时, 经验和方法多了, 渐渐有了绿色的成果。 1985年, 18岁的贾文艺接过父亲的铁锹, 承担起了守护所边林的责任, 今年已经是第39年。 我们两个小一个术语嘛, 三方造起防滚, 如果是你造起来不去滚, 那你顶路就白造了。 商量草业防火, 也上东北保护, 乱菜乱挖,乱献乱分, 我们还是起到很大的罪, 钱让在下的, 还有我们后来捕捉的, 一定要把它收好。 贾文艺告诉记者, 所边林里的杀枣树, 那都是爷爷纳被人种的, 和一代代制杀人一起, 在此守望了几十年。 这个春天, 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打响了 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攻坚站, 殖沙人们再一次走进沙漠, 奔赴一线, 开始了一年的奋斗。 面对恶劣的环境, 面对未知的困难, 他们不畏惧。 国家建设的那些山下来, 那新的洗澡天流, 那不是让我把那空难克服来, 你说那空难大不大, 一想在这个空不去, 你就不要把它倒成个字, 那空难就啥不要盖来, 对吧, 空难就盖。 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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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。 哈哈